很高兴看到在场的各位弟兄姐妹 也很高兴可以在网络当中 与在家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敬拜神 那我今天呢 我要特别有个感动 我想跟各位来分享一个题目 我就是思考 然后呢 祷告 问主要分享什么题目 就我换了三次 换了三次题目呢 那我最后呢 我就感觉神要我分享 打那美好的仗 等那个 哦 是我要按的 好 OK 左边一个 是 这没有第一页 看错了 sorry sorry 那我准备的非常的丰富 今天是我讲道以来呢 准备最多那个powerpoint的 不行啊 我准备了三十张的powerpoint 好 这是打那美好的仗 fight the good fight 所以我们今天呢 我们先来一起做个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 谢谢你 要我们拯救我们 要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 能够明白 知道 我们一生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就是要来打那美好的仗 主啊 你来帮助我们 今天早上的讲道 求主 你自己来高抹 你来预备我们的心 主啊 那我们讲的跟听的 都能够同得益处 谢谢主 预先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好 我们看 这个提摩泰前书 保罗他讲道说 他劝提摩泰 他说你这个属上帝的人 你要逃避这些事 还有前面您回去把第十节看一下 他说你要追求公益 敬虔 信心 爱心 忍耐 温柔 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持定永生 你为此被招 仔细看 你为此被招是要打美好的仗 要持定永生 他说你也要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所以这边保罗他提到 劝提摩泰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那么保罗自己 他在提摩泰后书 他也讲到 他说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 他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他说从此以后 有公益的冠冕 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益 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 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那 爱慕他显现的人 所以保罗他在他年老 他快要被主接去的时候 他就讲了这个 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你知道我们一接受了主 一受洗 你就是怎么样 你就是要进入神的军队里面 你就是一个当兵的 就是我们国内说 你就是个兵哥 你就是个兵姐 你就是一个当兵 我们台湾还加个阿兵哥 所以你就是当兵的 所以你看 菲利比书他说 男儿我想 必须打发以巴伏提到 以巴伏提到你们那里去 他是我的兄弟 与我们一同做工 一同当兵 是你们所差遣的 也是供给我需用的 所以保罗他在讲到说 同工 他是把他形容说 一起做工 一同当兵 所以圣经也特别讲到说 你要当兵的人应该怎么样 应该不要有事物缠身 你不要每天很忙碌 你每天杂七杂八活动很多 然后真正需要来聚会 祷告的时候 你都没有时间参加 这个是神特别嘱咐我们 他说当兵的人 就不要有太多事物缠身 你能够把它捡到 你最能够安排好 很平衡的 这样来做 因为你是跟主要当兵 而且这个兵是 你一定要打的 你不打你 你不打仗 你就是挨打 是没有办法 没有选择的 因为你已经进入神的国度 你已经是神的儿女 那我们的仇敌我们看 Sorry 我们看到这个战争是无形的 很多是无形的 无形的是怎么样 就是说你有仇敌呢 它是你看不见的 就是说你是在明处 它在暗处 所以这个战争不只是撒旦 魔鬼我们的对头 因为撒旦他从起初 他就是跟神 就是对头的 神要做什么 他就跟他唱反调 他就是一个抵挡者 他就是一个叛逆者 那撒旦呢 他就是呢 而且他虎视眈眈 他就是要看 哪一个神的儿女呢 就是可以吞吃 所以你不打 你就是挨打 所以这场战争是 你必须得打 是东北人强讲 必须的 你必须要打的 那还有一个战是什么 肉体的战 就是你心思之战 你每天你的心思 你想的 很多时候我们还会怎么样 在心里面呢 会有连续剧 你会编很多连续剧 还会有什么 还有很多的想法 那这个战 也是我们需要打的 心思之战 而且第二个敌人是什么 世界的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与世界分别 而且是整个世界的价值系统 是我们必须要来征战 必须要来打仗的 那我们等一下会仔细地讲 那为什么需要这个属灵战争 这个属灵征战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第一点就是怎么样 是神要帮助他的众儿女 每一个受洗了 他就成为神的儿女了 可是他是baby 他是baby 他要长成 长成基督的身量 他就要怎么样 他就要接受训练 接受装备 然后生命里面不断更新 然后才能长成基督的身量 你如果一个当兵 你都不受训练 没有装备的话 那那个兵没办法打仗 我记得之前 我看台湾的新闻 好像很早以前 现在言论比较不自由 所以我要很小心地讲 就是有一次 我们以前的那个总统 他去 一个马总统 他去 就是要去军队 常常要去军队视察 结果他就去空军看 空军的伞兵 伞兵他们就要 演练给总统看 说他们是多么的好 结果呢 这伞兵跳下来 伞打不开 伞打不开的话 他说看着这个 这个总统的脸都发绿了 脸都发绿 伞兵伞打不开 然后有一次呢 再去视察这个 另外过几年后 另外换了个总统 去视察什么 视察陆军 陆军的这个炮弹 这个炮弹好 炮兵要来演练给总统看 我们训练多精良 一拉 炮弹 所以是表示什么 他们的设备 也没有不熟悉 操练 也没有训练 那我们基督徒呢 也一样的 如果你知道一个战争 你的设备不好 就是你里面 都没有神的话 然后呢 你的操练也不熟悉 遇到仇敌来了 遇到什么 你也不知道用哪一句话 因为说神的话 就是宝剑嘛 你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应付 结果你就是什么 就是挨打的份 你就是惨败 你就是被攻击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属灵征战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帮助我们 基督徒的生命可以成长 然后第二是怎么样 败坏魔鬼的作为 很多时候呢 你不惹他 他来惹你 像我过去讲过的见证 我说我的二姐呢 她是被鬼附 她被鬼附呢 她会发作 就人家说的发神经 人家讲的那个神经病是这样 可是他不是真的神经病 因为他是被鬼附 那你被鬼附 你就需要知道 基督徒就怎么样 我们有权柄 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来奉耶稣的名 赶鬼 所以呢你需要知道 神已经把权柄给我们 我们从来都不会用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有这个权柄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用 但是如果你知道 你就可以把他赶走 知道我记得我那时候 去台湾 我也是爸的二姐 我帮他 也是帮他 就是每一次 不同好几次 就这样子的 一次一次的 然后我把那个圣经的话 都写大字报 写贴在他旁边 我叫他 你就要看 你就要念 我念这个 念这个神的话 我说你要呼求耶稣的名 你要耶稣的宝血遮盖你 圣灵的能力 这样子 这样子来帮助他 后来他也就完全得释放 所以 属灵征战是要败坏魔鬼的作为 第三就是 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在地上 你说像现在这个世界这么乱 哇整天天灾人祸 那神的旨意呢 都被拦阻 被拦阻你怎么办 所以基督徒要取来 祷告 征战 要让什么 要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在地上 要捆绑这些的邪恶的势力 好像马太福音说的 你在地上捆绑 在天上也捆绑 在地上释放 天上也释放 好 那我们看第一个战争 我们来看 第一场战争是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基督徒呢 你都会经历的 就是肉体跟心思的战争 圣经告诉我们 真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 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来的 因为他心怎样是良 他为人就是怎样 说你这个人 你心里面是善的 你就发出善来 你就是个善人 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 就发出恶来 所以神为什么他说 他看人不看外貌 他乃是看人的心 看你心里面都装哪些东西 你装了许多的 你可能装很多的 我们看 等一下 我们先看这个 里面装满了恶毒 嫉妒 自私 还有自夸 谎话 所以他这边讲 你要分辨 说你们心里若怀着恶毒的嫉妒 自私 不可自发 不可说谎话 抵挡真理 他说这样的智慧 不是从上头下来的 而是属地上的 属情欲的 属鬼魔的 其实圣经他非常讲究 他在我们生活当中 所有理 特别是理 由理到外 他都有许多的真理 要我们来学习 而且要我们 从这些话里面 我们得到一个准则 我们得到一个准则 就是怎么样 你可以分辨 你从上面来的智慧是什么呢 你就会想到 是清洁的 你这个想法是不是清洁的 或是和平的 你这个想法是不是很平安 温良柔顺 或者是里面很骄傲 你可以自己分辨 因为在雅各书里面讲 他说你这个 祝贝是不是满有怜悯 多结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所以圣经他会把一些的现象 还有我们的思想 好的坏的 他都会写出来 那你自己分辨 分辨我这个想法 比方说我们对一个人看法 那我们就先思想 我这个看法是不是有偏见 我这个看法是不是假冒 或是有假装 或者是种种 这些都是帮助我们 来分辨我们的思想 帮助我们不断地来更新我们思想 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 我们不可能 你一信主受洗起来 你就是完全就是一个百分之百 全新的人 可能你的身份地位 你在神的这个生命策上 你是一个全新的 可是你里面 从过去从出生到你现在 你里面装满了从小到大的 各样的这样的想法 各样的学习 各样的 也可以说有很多的垃圾垃圾 但是如果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 我们都会骄傲 我们都会嫉妒 我们都会贪婪 我们都会增进 那我们都会苦毒 不饶恕 我们都会怨恨种种 但是如果我们不断地 不断地除去这些心思中的这些垃圾 尽力地让我们的心思 能够跟神的话对齐 就是要整齐 你的心也要整齐 你不是杂乱无章 有的人说 哎呀我的心好乱 他在描述 因为他心很乱 但是我们基督徒就是打这个战争 就是怎么样 就是让你的心能够整齐 能够跟神的话对齐 所以这个是心思的战争 好 再来我们看 好 再来我们看第二个 心思战争里面的 有一个叫做 坚固的银垒 思想中一个坚固银垒 有些时候你跟一个人传福音 你跟他怎么讲 他里面你会发现 他里面有个很坚硬的银垒 你打不进去 你没有办法跟他传 就是你怎么说 因为他过去的 这是过去的这些教导 过去的经验 还有这些你看 美人的阴暗面 骄傲 心思的银垒 还有负面的情绪 过去的经验 错误的教导 魔鬼的谎言 等等 那这些东西呢 经过理性跟感性 就构筑这个认知 就形成一个坚固的 这个认知 生殖在你心中 就成为坚固的银垒 所以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银垒 不是说你信了主 你就没有银垒 可能某一方面 你还是有心中有一个银垒 是打不破的 就没有人能够劝说你的 因为你就是 没有办法听 你就是呢 就是认知 你的认知就是这样 你的认知就是一 那你没有办法 二 我记得以前 我要跟我父母亲传福音 那他们因为是拜佛的 然后而且是 像我的母亲 都很虔诚的 他们都是 每天早上起来 就礼佛啊什么 就是 组成那个银垒 那我那时候 我记得 我跟我母亲说 我说要 要让她信耶稣 哇 她说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这是她跟我讲的 因为什么 因为那个银垒 而且是拜偶像 拜偶像 有那个邪灵的那个银垒 在她身上 就紧紧抓着她 不让她看见 福音的真光 也不让她听懂 这个为什么要救恩 为什么你需要信耶稣 但是呢 透过什么方法 我就透过祷告 不断地祷告 然后不断地 跟她有时候 传福音 讲一些见证 然后呢 常常地对他们 有一些的 爱的表示 就是 你就是要尽你 所能力范围内 让她看见 这个信耶稣 的确改变了 改变了我 也能够 让他们感受到神的爱 所以呢 这个坚固的银垒 在很多时候 每个人是不同的 每个人你都有 不同的坚固银垒 如果特别是错误的教导 有些人是错误的信息 就在你心中 就足一个坚固银垒 你没有办法再 接收对的信息 像有一些的教会 他们就看到 有一些比较保守的 福音派教会 看到有一些 圣灵的充满的教会 看到有一些教会 为人驱赶鬼 比方说 某些人被受捆绑 那他们看到这样 就好像魔鬼 脏血 那个邪灵脏血 那有些人会大叫大喊 可是你为他释放 可是有些人没看 从来没看过 而且错误教导 他们的 可能他们的教会 就是教导说 这个圣灵的工作 不一定是圣灵 就会造成 弟兄姐妹呢 里面的害怕 所以他们教会 一讲到圣灵就害怕 可是事实上呢 神的灵 住在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信主的 神的儿女心里面 而且神他乐意 他乐意真的是来释放人 他说 主耶稣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叫被掳的得释放 叫瞎眼的得看见 叫贫穷人有福音听 所以监护的营垒呢 圣经也告诉我们 他说 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却不凭着血气征战 因为我们征战的兵器 本不是属血气的 而是凭着上帝的能力 能够攻破坚固的营垒 这个坚固的营垒是怎么样 他拦阻人 认识上帝 而且呢 神就是要让我们说 好像说我们不是 硬碰硬的 好像一个人他不信主 或者是他跟你 看法不一样 那你不是要跟他好像硬碰硬 不是针对这个人 因为呢 不是属血气的 不是凭着血气征战 而是在神的里面 有能力 能够来攻破 只有靠着圣灵的能力 能够来攻破这个坚固营垒 我记得我那时候 就祷告不断地祷告 然后进食祷告 连续的四十天 每天进食一餐 迫切地祷告 每天早上祷告 方爷爷祷告 然后奉耶稣门 砍断砍断这个 拜偶像的这个捆绑 这样子祷告 第四十一天 我就飞回台湾 然后第四十二天 我父亲就得救 我父母亲就决志信主了 就是说非常艰难的事情 结果呢 这个银垒就被拆毁了 所以有些说 如果你碰到你周围的爱的人 他没有信主 而且不愿意信主 那么银垒就是 可能是一个错误的教导 无神论抓住他 或者是拜偶像 邪灵抓住他 但是如果你不住地祷告 不住地祷告 就能够拆毁 进食祷告 你可以一天进食一餐 不住地祷告 你就会发现 神真的能够 拆毁他心中 这个坚固的淫灵 这个是我的经验 好 那我们来看 因为这是一场光明跟黑暗的争战 而且也是一场属肉体的争战 所以很多时候呢 这个仇敌他躲在 这个人的背后 他在人的背后呢 然后呢 让人心刚硬 或者是仇敌魔鬼 他占领我们心中的一个 我们心里肉体里面的 一些的思想 所以让我们很征战 我们常常征战 像保罗他也征战 他说我知道 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 我没有良善 因为我立志为善 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 不得我 他很想行善 他很想做一些好事 或者是他想要 反正他心里想要做好 做不出来 由不得我 保罗就这么讲 他说我觉得有个律 这个律是什么 因为肉体本身是 与神为仇的 他说有个律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 每次你看保罗这个大使徒 他明白圣经 主耶稣还亲自来教导他 他里面也有很多的征战 他说我真苦 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 只要我们活着 肉体跟圣灵的征战 是一直持续的 他想做行善 就有恶与他 与他同在 但是 得胜之方是什么 你心思你要得胜 你不能老是天天叫说 我真是苦啊 你要得胜就是什么 你靠着耶稣基督 因为保罗自己也讲 他说感谢上帝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能脱离了 这样看来 我以内心顺服上帝的律 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 在罗马书的八章六节七节 我那个经文没有写出来 他说体贴圣灵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什么是体贴肉体 体贴肉体就是说 你心里面 你知道你应当去做一件对的事 可是你里面 很懒得去做 比方说你知道你需要去聚会 那你就心里想 哎呀我好懒我不想去 那就是体贴肉体 那体贴 圣经说体贴肉体就是死 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 然后第八章第七节说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 与上帝为仇 仇人为仇 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就是我们不能顺服 圣灵的带领 神你要知道 所有神 他为我们所定的 还有为我们 好像你感觉说 他在要求我们 聚会啊读经啊 祷告啊 好像还有管教我们 所有这一些 他都是为了要祝福我们 因为神 他对我们所怀的意念 就是赐平安的意念 英文说 他的 to prosper us 是使我们心胜 是要心胜我们 不是要 害我们 英文的翻译是这样 not to harm us 他不是要害我们 所以呢 他讲得这么 好像讲得很严重 他说体贴肉体的 就是以上帝为仇 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那我们要怎么样得胜 我们就要多多体贴圣灵 然后要怎么样 思想美善 美善的事 这是在贝利比书的四章八节 你们回去可以查考 他说你要思想 你的心思 你要掏恋的 你要思想美善的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性 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你都要失恋 就是说你常常要去思想 思想一些正面的 你不要想到那个人 你就批批想他多坏多坏 他怎么样的欺负你 或是他怎么样 你就不要一直泡在苦水当中 你就要去想 毕竟你一转念 你就要想到一些美好的 一些清洁的 一些有美名 有德性的 这是一个操练 这叫做静点 因为我们的心思 也需要操练 你操练 你才能够 思想 很负面 很阴暗 所以这是 你思想 要得胜之方 好 那我们来看 怎么胜过世界 怎么胜过世界呢 圣经 为什么说 我们要胜过世界 在罗马书12章2节说 他说你不要笑 把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上帝善良 存全 可喜悦的旨意 不要笑把这个世界是什么 世界在流行什么 好像他在流行 现在是更不得了 更病态 流行转性 男的要去变成女的 然后呢 流行同性恋 男的跟男的 女的跟女的 流行很多 变态的这些事情 我们不要去效法 不单单是这样 不要去效法这些 我们要心意更新 要去查验 然后圣经特别还讲到 他说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 就不在他里面 我记得几十年前 我去看一个姐妹 那姐妹她 她也是算是 基督徒的家庭长大 然后她就很对这句 她非常不以为然 她说世界这么美好 上帝 圣经为什么叫我们 不要爱这个世界 其实圣经讲的是说 你不要爱这个世界的 这些的样式 这些的价值观 她特别解释了 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 她说因为 凡世界上的事是什么 这个约翰也怕我们不了解 因为我们觉得世界很美好 的确很美好 但是她再一步解释 她说世界上的事是什么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所以约翰特别 再一次的解释一下 好 那我们知道 我们亚当夏娃他犯罪 他就是为什么会犯罪 他就是贪爱这三种 肉体的情欲 他看这个果子 非常的美丽 可以做食物 然后月人眼目 就产生这个眼目的情欲 然后呢 而且呢 神说你不能吃 你吃的时候呢 就是 你就像神一样 这个沙弹 魔鬼骗他 那个蛇骗他 你不要吃 你吃了就会 像神一样有智慧 像神一样有智慧 你就有今生的骄傲 所以人犯罪 就是因为贪爱这三种 所以这是 起初的原罪里面 就是跟这三方面有关系的 好 我们看 现今世界的光景 现今世界光景是怎么样呢 这个 保罗写给提摩泰 他讲到现今世界的光景 这些都是不好的 就是他不要我们去学的 不要我们去效法的 就是怎么样 危险 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你说现在是不是个危险的日子 的确是 没有人知道 哪天 哇 这个病毒 这样子恨行 我们不知道 然后呢 因为 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 自夸 狂傲 放毒 违背父母 忘恩负义 心不圣洁 无亲情 不解怨 好说残言 不能自曰 性情凶暴 不爱良善 卖主卖友 任意妄为 自高自大 爱宴乐 不爱上帝 这是保罗 他写给提摩泰 他讲到在末日 就是在末世 特别是 就是我们这个世代 我们这个世代离 这个末日 这个其实就已经进入这个末世了 只是说 最后一天 末日哪一天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但是保罗那时候就指明这些光景 他说会有这些光景出现 你会发现呢 人会有这些的不好的光景 所以呢 我们就要跟这些 跟这些保罗所写出来的东西 争战 我们就要跟他相反 我们就不要只光专顾自己 我们不要贪爱钱财 我们不要自夸 我们不要狂傲 我们不要胖主 那就是争战 就是所有一切 这些他写出来的 我们要跟他争战 不然我们要分别为圣出来 所以说 与世界争战 就是说你分别为圣 你跟世界的光景 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 这就是保罗的意思 这就是与世界争战的意思 就是我们要爱良善 我们不要性情凶暴 我们不要自高自大 我们也不要爱厌乐 我们也 我们要怎样 我们要爱神 爱神怎么样 圣经讲说 爱神的人是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 眼睛未曾看过 耳朵未曾听过 人心也未曾想过的 你知道你爱神 爱神 敬畏神 圣经说 什么好处都不缺 你如果是一个聪明的人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就怎么样 转向神 好好的 好好的 亲近他 跟他祷告 常常地来靠近他 读他的话语 跟他 跟他有对话 就是跟他 亲心吐意 那你敬畏他 敬畏他 你什么好处都不缺 圣经说 少壮狮子还缺食哀饿 但是敬畏神的人 什么好处都不缺 而且圣经还讲到说 他说呢 就是说 你以神为乐 你敬畏他 你以神为乐 他就把你心中所求的 所要的赐给你 你看这多好 这是神的应许 这是应许呢 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要爱神 敬畏神 所以呢 所以这是 我们需要起来征战 不让我们 不让这个世界 充满了我们的心 就好像 旧约里面 常常描述 埃及是好像世界一样 所以为什么需要 把这些以色列人 从埃及带出来 就是他不要他们 在埃及里面 全部都忘掉了神 然后呢 充满了埃及的思想 价值观 所有的三观 我记得 我要讲过 基督徒的三观 就你的价值观 你的世界观 你的所有的人生观 完全是跟世界一样的 完全没有被分别为圣 所以这个是 我们需要征战的 这是一个战场 我们心思里面的 一个战场 然后呢 圣经 主耶稣特别 提醒我们 他说 你们若属世界 世界必爱属自己的 只因为你们 不属世界 乃是我从世界中 拣选了里面 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凡立志在 基督耶稣里 敬前度日的 也都要受逼迫 所以基督徒 在末后日子 有些说 你会受逼迫的 不用说末后日子 在以前 在第一世纪的时候 那些基督徒 在罗马 罗马竞技场 盖的这个竞技场 就是在烧基督徒的 基督徒 你要敬前度日 你要分别为胜 世界的人在行恶 你不行恶 比方说 我听过一个姐妹 说她以前在海关里面上班 海关呢 都会人家会送红包 会贿赂你 然后呢 她都不敢拿 为什么 因为她知道 她一拿 以后呢 出问题的时候呢 这些大官 这些高层的 一定就是 你就是当那个 就当那个扛者 他们就甩锅给 给这些阶层比较低的 所以她就是要怎么样 想要进前度日 想要分别为胜 她就受逼迫 长官就不喜欢她 说你为什么不拿 比如说每个人都分 每个人都分五千块 你为什么不拿 她不敢拿 后来她只好怎么样 辞职 换行业 这就是说要受逼迫的 我们基督徒 你立志 要在基督耶稣里 敬前度日 你都要受逼迫 你想敬拜神 你想聚集 像去年吧 那个巴萨迪娜 一个教会 HRA教会呢 他们就聚集 那个聚会 结果就 加州那个州长 他们就 好像发 后来他们就去 去那个 上去告 因为罚款 他就 就跟这个州政府告起来 后来他们就赢了 这个教会赢了 他们就 这个 判决 这个 他们赢了 所以就是 他们要受逼迫 像最近我们也看到新闻是 加拿大 有个牧师 他们也是 他们开放教会 聚会 然后警察要来 抓他们 他把警察赶出去 结果呢 后来他就被抓走 因为他叫警察你出去 因为他们 其实他们聚会 像我们这样聚会 大家做松松的 也没有什么 可是 他真要找查 他就是这样 结果呢 后来这个牧师就 被抓走 还有他弟弟也被抓走 所以 他们就呼吁 基督徒来 为这个 好像叫Peter的牧师 来祷告 因为他们 就是在末日呢 我们基督徒也要心理的准备 可能会受逼迫 但是我们不要怕 我们千万不要说 有逼迫了 我们就否认主 否认主 我看过一个预言 那可能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发生 他说 在文革时候呢 他说有一些基督徒呢 他们被 被抓 然后有十个基督徒 然后他们就罚他 说你只要否认主 你就 他叫他们跪在那个冰 冰 那个冰盒上面 那他们就跪着 他说只要你否认主呢 你就可以站起来离开 这样子 结果这几个呢 都跪在那边 结果呢 那个 那个看守他们的冰 的这个冰丁 这个卫兵 他就 他就看了 他就 突然就神开他的眼睛 他就看到异象 他看到这十个 这些基督徒 跪着的基督徒呢 就头上都有冠冕 一个冠冕 他看得到一个冠冕 那有些呢 跪了很冷嘛 然后跪到 噗 趴下去 这个冠冕就戴上去 那其中有一个呢 他就 受不了了 他就站起来 他说我不要信耶稣了 他就站起来 然后这个士兵 变成他自己跪在那里 这是我看这种 就是早年的基督徒 他们的见证集里面 这么说的 就是说 集合就是为主殉道 有逼迫来 你为主殉道 你要知道 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们存留的 所以我们不要害怕 那要怎么样胜过世界呢 你要胜过世界的方法是什么 第一 要有信心 因为圣经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 他说 因为凡从上帝生的 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我们要相信 我们就是定义相信神 你坚心依靠神 神就保守你 你要坚心依靠神 我们不要说好像 一受一逼迫 或者是一受到什么 我们就 好像就 摇动了 我们要坚心地依靠 而胜过这个世界 就是信心 然后要有怎么样 正确的价值观 我们要追求永恒有价值的事 每一件永恒有价值的事情 都是可以累积起来的 都是我们将来在天上的奖赏 圣经告诉我们说 近前加上知足的心 便是大力 就是great gain 就是最好的得着 你是一个近前的人 你加上有一个知足的心 你不要去跟人攀比 别人开什么车 开Audi 你一定要 你不要跟人攀比 我们就是怀着一个知足的心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很大 对我们自己一个很大的收获 所以你有正确的价值观念 你追求的都是永恒的 有价值的事 你就可以胜过世界的诱惑 世界有很多的诱惑 世界有很多诱惑 但是我们需要来胜过 还有怎么样胜过这个世界 要操练近前 提摩太前书 所以我们如果回家 你看提摩太前书 提摩太后书 操练近前 他说唯独近前 凡事都有益处 应有今生和来生的益曲 这句话的前面是说 操练身体有益处 但是唯独近前 凡事都有益处 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所以操练近前是什么 我们操练 祷告 读经 聚会都是操练近前 还有操练我们的口舌 我们不说那些残言 我们不说那些不荣耀神的话 不说谎言 这个都是操练近前 我们不去讲批评论断的话 然后也是操练近前 我们心里面虽然 好像有人冒犯你 你觉得你心里很过不去 那你就怎么样 你就操练 你要放下 你要宽恕 原谅别人 这些都是叫做操练近前 操练近前 也是好像感觉很无形的 可是都是在你里面的一种决定 你要决定这样 我看到有一个新闻 就是有一个有名的人 他说他过去 他有名的时候 他唱歌有名的时候 赚了很多钱 然后他生病的时候 他的母亲 就把他所有的财产都偷走了 后来他病好了以后 他又重新起来奋斗 现在好像又还不错 然后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那些对不起我 对恶待我的人 我永远不会原谅他们 他就这样讲 你知道你永远不原谅他 就是把自己关在一个牢笼里 这个福音书里面讲 他说你饶恕一个人 宽恕一个人 就是叫人得释放 你自己也得释放 否则的话 很多时候很冤枉 就是说 别人冒犯你 然后呢 或者是你觉得他对不起你 然后你就一直恨他 或一直不饶恕他 里面都充满了苦毒 可是那个人 他完全不知道 他完全不知道他冒犯你 他也不知道他得罪你 他也不知道你那么难受 他完全不知道他还 乐乎乎的在过日子 然后你自己每天苦 就是苦得很 你自己每天 哇 又难受又苦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圣经描述 就是你把自己关在牢笼里 你不饶恕 你就是把自己关在牢笼里 是所以要学习饶恕 特别是有很多是 家庭那个婆媳问题 像以前我威个姐妹祷告 她就跟我讲 她说她 她说要做医治释放 她说她心里好多苦水 因为她的婆婆怎么样 一二三四五 就很多的事情 她就一肚子苦水 那我说我帮你祷告 那你第一要祷告 你要释放你的这个苦毒 第一就是你要饶恕 你愿不愿意饶恕 哎呀 很苦 好吧 她愿意饶恕 一愿意饶恕 我就为她祷告 为她祷告 她就这样 我如果拿一个塑胶袋 先给她接着 因为我怕她等一下会吐 就她就拿着一个 真的拿个塑胶袋 我就给她背拍两下 我说我奉耶稣的名 这个某某某 她愿意饶恕 她的婆婆 我奉耶稣的名此刻 主主 你除去她心中的苦毒 除去她一切的苦水 拍两下 你知道吗 她就啪 吐水出来 有没有看过人家吐水 她吐苦水 我就亲眼看到她 吐出来的都是水 都是水这样吐出来 她把她心中 所有的苦水都吐出来 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 我说哇 稀奇 就有人满肚子的苦水 她就吐出来 然后她也做见证 她就说真的 她满腔苦水 因为愿意饶恕 就得释放 所以我们要操练尽钱 操练尽钱 要不断地注意我们 心思里面的这些的光景 你里面觉得有这些的 比较黑暗的 比较负面的 那我们就要带到主的面前 当天就跟神讲 然后求主帮助你 所以哥罗西书说 要制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就如淫乱 污秽 邪情 恶意和贪婪 这些都是属世界的 而且也是在我们心思里面的 这些战场我们都要 都要去得胜 我们都要去把它 制死它 就是说你想要什么 你就奉耶稣的名 这个思想不能在你里面 停留 然后你要怎么样 你不要看 你不要去靠近 你要逃 逃避少年的私欲 你不要去靠近 所以我记得最深刻 就有一个牧师 那个叫Steven Tew 他已经过世了 他以前在佛罗里达 带起很大的复兴 他讲得到 我听过他讲一次 非常深刻 他说他要怎么样 帮助他自己 没有这个邪情之欲 他说他绝对不看女人 他有太太 他说他在路上 他说他走路走路 迎面来了一个美丽的女子 我记得我以前讲过 他说他就走走走 看到这女孩子走过 他就 我觉得也是蛮没礼貌的 他就想左看 他不要看 他不要跟人家四目相对 为什么 他跟眼睛立约 是约伯讲的 你要跟眼睛立约 我的眼目 不要看 勾起我情欲的东西 人事物 人事物都会 人事物都会勾起你的 这个里面的邪群私欲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逃 Run Run 就好像约瑟 那个他的老板娘抓住他 约瑟你来跟我相好啊 约瑟怎么样 打腿就跑 然后连衣服都不要 他抓住他的衣服 外跑 结果他连外跑都不要 衣服给你 然后就跑掉 他就是 Good job 所以你要怎么样 Run 以前那个你看过 Forest Ground那个电影 阿甘正传 Forest 人家要欺负那个阿甘 阿甘 然后他女朋友就说 Run Run Forest Run 跑 跑 你要跑 所以有一次有一个牧师 就讲一篇道 他说 Run Run Joseph Run Young man都要Run 不是Young man Old man也要Run Man都要Run 女的也要Run Run房 你要跑 要离开什么 离开可以刺激你眼目 你想要的包啊 你想要的什么东西 你要跑 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办法 如果你偶尔对自己好事没有关系 但如果你一直被那个奢侈的东西捆绑住呢 那也是不好的 那也是世界 那也是一个世界 所以你需要 凡事你要怎么样 要有 要有一个度 我们说有一个度 我们东北人说你要有个度 要有个线 要有个 Folder 你不要过了 所以而且你要逃 要逃避这些私欲 逃避那个环境 你不要 故意去靠近 第三个就是 战争战场 就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也以佛手术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管辖 这一万世界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那圣经也描述 以夫属书说 他说我们从前 还没有信主之前 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 我们行事为人 就是受那些在空中的这些邪灵 在背逆之子运行的 背逆之子 我们没有信主以前 我们心都是跟神 是背逆的 人家跟你传福音 为什么这么难 因为这么困难 因为我们心本身 我们心 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心 本性 就是跟神背逆的 所以又受这个 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影响 所以那个经节 是在以物手术 我没有打出来 那我们看 魔鬼的行径 这属灵气的血灵魔鬼 他的行径是 他名字来 如同口叫的狮子 他到处寻找可吞吃的 寻找可吞吃是 哪些人是可吞吃呢 就是说你生命中有破口 有犯罪的 就是说你还在最终的 你在享受最终之乐的 你有那个 有那个给魔鬼 来攻击你的立足点 所以他名字来 他吼叫他看 我跟你讲 魔鬼比基督徒还用功 他都wap over time 他都加班在做事 他就是这样到处找 每天都不停的 就是要寻找可吞吃的 然后呢 他还怎么样 撒在路旁 就是人听了道 撒旦立刻过来 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 夺去了 有些人听了 哇神的道 对这个道 对我们就是要来 相信耶稣 我们要怎么样 一天晚上 一走出去没多久 一忙碌 魔鬼就把他 刚刚听了一点点道 偷走了 就是明着来 明着来 好 另外呢 他怎么样 他按着来 他按着来 他装作光明的天使 或是趁着黑夜行事 保罗也警告 哥林多教会 他说那的人是假使徒 行事诡诈 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而且他说 他说这个不足为怪 他说连撒旦 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他的差异 如果装作仁义的差异 也不算稀奇 所以我们要被分辨 刚刚我讲 最重要我们要被分辨 然后他说 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 所以我们用什么分辨 用真理来分辨 用真理 有人告诉你 像很多那种 很荒谬的事情发生 说耶稣基督要在德州 回来接大家 要用那个U福来接大家 你们听过这个消息吧 几年前 大概十年前 在德州就有人讲 他说 耶稣基督会用U福来接大家 所以那些基督徒不读圣经的 基督徒就啥啥的 我们都聚集到德州去 我记得那个领导 讲这个话的领导 还是个政治大学毕业的 他就来U福这些 骗这些在灵里面不成熟的 然后大家就去等着 要耶稣基督用U福来接他们 圣经根本没写这样 对不对 你如果读圣经 你查考圣经 你就知道神什么时候回来 然后回来之前会有什么样的征兆 你清楚了 你就不容易受骗 还有你看 他说撒旦在人睡觉的时候 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 他就来撒一些 可能你的心思就是个麦田 他撒一些杂七杂八这些败子 败子就是像野草 它不会长果子 不能吃的 所以他就是来搅获你的思想 或者是来搅获这个教会 教会放一些拜子 种种的 所以这是魔鬼 他明着来 他也按着来 好 那他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他来就是 耶稣警告我们的 这是主耶稣说的 他说盗贼来 无非要来偷窃 杀害 毁坏 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他来偷窃什么 偷窃你的喜乐 偷窃你的平安 偷窃你的健康 偷窃你的种种 来杀害 来毁坏 所以我们需要分辨 我们要知道这个仇敌的目的 然后主耶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 而且要得得更丰盛 所以我们要向彼得说 主啊你有永生 我们还跟随谁呢 因为只有主可以使我们 他可以保护我们 他可以给我们生命 而且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好 那我们来看 那这个属灵征战得胜之方 刚刚我们讲了 思想征战得胜的道之方 然后还有得世界 与世界征战得胜之方 那现在就是属灵征战得胜之方 是什么呢 我们要靠着基督得胜 因为主耶稣来 他就是怎么样 除灭魔鬼的作为 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 你都有权柄的 你都有权柄的 可以来破除一些仇敌 在你的家中 或者是各样事情中的作为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有权柄 然后耶稣的血 他说弟兄胜过他 是因为羔羊的血 按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生命 所以主耶稣的保血大有功效 我记得以前我小孩 年纪很小的时候 大概五六岁的时候 我儿子 那我们要去亚洲 我们要去香港 要去马来西亚 还要去台湾 那我就教 因为亚洲到处都是偶像灵力 庙女灵力 甚至是你的亲朋好友的家里面 也是佛堂灵力 所以我就跟我小孩教他 我说你去哪里 你进去你就要说 耶稣保血遮盖 所以后来我就问我儿子 因为我都感受到 我进到一个家里面 如果他家里面 特别是拜佛的 然后家里一大堆法器 那个什么水晶球 还有什么一大堆 我去过那个人家 我一进去 这个就有个 就头很紧 像那个孙悟空 被人家用的头哭住 我就觉得头很紧 就感觉这里面 就是有那个邪灵的工作 那我就问我儿子 我说你 我说我就 他说要去哪里 他说耶稣保血遮盖 耶稣保血遮盖 他说我都 他都没有感觉怎么样 所以就是说你要让他知道 这保血的功效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 要知道耶稣的血是胜过仇敌的 就像月节 灭命的天使 一看这个血就要越过 所以我们要每天为什么 我们要祷告说 主耶稣你每天你的保血厚厚遮盖 遮盖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家人 就我们脱离凶恶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就是我们需要祷告 我们知道这个真战 我们就是要怎么保护自己 好 我们除了说 靠着主耶稣 那我们要怎么 穿戴全副军装 抵挡魔鬼 这个是在以弗所书 我们回家自己看 要穿戴这个神所赐的 你看为什么保罗要告诉 这些以弗所教会的 因为他知道有这个真战 他知道我们靠我们人 没有办法 那你必须要 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邪恶的日子 能抵挡仇敌 并且完成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 他就是要帮助你打赢仗 完成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你要站稳 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用公义当护心静遮胸 用平安的福音当作 预备走路的鞋 还要拿着信心当作铜牌 来扑灭恶者一切的火箭 还要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为什么要拿着圣灵的宝剑 为什么要拿着圣灵的宝剑 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我记得以前我们教会 有一个英国的先知 他来为大家祷告 他就有一对夫妇 他就说他就把那个先生 为那个先生祷告的时候 他说我看到你拿着一根牙签 要跟魔鬼打仗 为什么因为那个先生 他都不读圣经 他说他每次读圣经 一读到说 说这个该隐 去娶了个妻子 他想说神造亚当夏娃 那这个该隐的太太从哪里来 他说他就念不下去了 然后他就圣经 完全都是非常陌生的 然后可能呢 这个不认识 不认识他的这个 这个英国人 跟他说 我在异象里面 我看到你拿一个牙签在征战 结果那弟兄就怎么样 他真的就打输了 他现在就完全离开神 被魔鬼掳掠了 离开神 离开他的妻子 然后还反正很多的恶行 我们不要提他 反正就是说 你需要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 需要读神的话 因为神的话本身就是一个宝剑 然后要依靠圣灵的大能 谨行祷告 一定要警醒 因为你不警醒了 抵挡魔鬼 你如果是顺服神 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 这是雅各书说的 你顺服神 不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 逃跑了 所以你要抵挡 要抵挡 好 那我们看 第四 我们跟主的关系要正常 而且要密切 你要保守自己不犯罪 不给魔鬼留地步 因为犯罪本身就是一个破口 那魔鬼就可以按着这个破口 进来攻击我们 所以亚各书四章八节说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 心怀恶意的人 要清洁你们的心 所以我们要亲近神 要除去我们生活中 已知的罪 可能有些我们是无知的 但是我们可以 求主来帮助我们 光照我们 使我们常常里面 是清洁的 因为圣经也讲说 清洁人有福了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好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就是怎样 你一定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不要落单 因为你一定要有教会小组生活 彼此扶持祷告 RPG RPG是三个四个一起祷告 我们把家里 所有的事 我们就在那个小组 两三个人 三四个人的祷告里面 可以痛快地祷告 可以很彻底地祷告 而且你千万不要落单 因为你一个整个群组里面 可以彼此地托住扶持 所以这个是 打鼠林征战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好 感谢主 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唱 好 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回应诗歌 等一下 没有 好 我们来唱这首 战胜巨人的恩高 我们相信 我们生活当中 有些困难 我们就去了一般 但是神 他一定要把这个战胜 困难的恩高 今天赏给我们每一位 面对神明的困难 心中充满彷徨与恐惧 重重难关 围绕着你 好象巨人在你面前 你要坚定 你相信 神的兵许 已为你预备 只要祷告 只要祷告 不要去怕 居目仰望的 神的山 那战胜巨人 人的恩高 已经从天上降下来 要抓住神应许 勇敢面对 因神与你同在 那战胜巨人的恩高 已经在前回离开路 你要康强中弹 平行心向前行 面对生命的困境 心中充满彷徨与恐惧 匆匆难关围绕着你 好象巨人在你面前 你要坚定 地相信 神的兵许 已为你预备 只要祷告 不要惧怕 居目仰望的 神的舍 那战胜巨人 人的恩高 已经从天上降下来 要抓住神应许 勇敢面对 因神与你同在 那战胜巨人的恩高 已经在前回离开路 你要康强中弹 平行心向前行 今天无论你所面对生命中的巨人 有多么的巨大 你要确信 神在你身上 似有一个得胜的计划 祂仍然与你同在 祂的手正在前面 为你来开路 所以不要灰心 也不要失望 因为只要有神 就有明天 只要有神 就有无穷的机会 你要坚持信靠神的命述 祂就要率领你 战胜生命中 一切的巨人 那战胜巨人的恩高 已经从天上降下来 要抓住神应许 勇敢连对一生与你 在那战胜巨人 那战胜巨人 你仍然与你 已经在前回离开路 你要刚强中弹 平行心向前行 以后刚强中强中弹 平行心向前行 主啊 是的 我们相信你今天 你赐下那战胜巨人的恩高 你帮助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所面临的 不同的挑战 主我们相信 你必定乐意来扶持你每一个儿女 叫我们在生活当中 能够得胜有余 也能够经历你的得胜 因为我们是站在你得胜的根基上 来战争的 主我们感谢你 求你真的是每天你高谋我们 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 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 不叫我们遇见事态 也带领我们 能够越来越长成基督的身量 也能够经历你话语的形式 因为你说敬畏你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相信你要让你的弟兄 你的儿女 所有神的儿女 所有的弟兄妹 能够不断地经历你的信 谢谢你 祷告 愿把颂赞荣耀都归给你 奉耶稣的名 Amen 好 请坐